现在宝宝跟奶奶睡午觉去了 然后就不用担心她哭了要哄了 昨天咱们说了顺产的事情 因为由于时间关系就没有继续说我泼妇产的经历 今天咱们继续把这个事情说完好吗 说到泼妇产 其实我觉得泼妇产一开始我是觉得 我应该是能顺产的 因为我整个怀孕的过程是特别顺利的 就是没有孕吐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就是从头到尾都特别的顺利 然后而且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 就是我也觉得我宝宝也没有特别的大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顺产的下来 而且我运动量也比较多 谁知道我是高估了我自己 就是宝宝她不配合呀 她那个头好像是 反正是头胃有点不正吧 然后就是导致我顺产不下来 然后咱们后面就转泼妇产了 说到泼妇产 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 我内心是拒绝的 我以为我以为顺产会好 然后泼妇产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 但是经历了顺产之后 我认为泼妇产是 就是说是快速解决你的痛苦的事情 就不用经历那么长时间的那宫缩痛呀 因为宫缩痛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上期说到就是说 我是从三楼就是的产房 直接推到了四楼的手术室 然后就转泼了嘛 当时反正我是觉得只有那个过程 就是从三楼到四楼那个过程是最痛苦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已经开始只两个多小时了 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凌晨五六点钟了嘛 因为我是头天头天的十点多破水的 然后到凌晨的第二天的凌晨五六点钟 我才去转到泼妇产 现在就是已经十几个小时了 我已经属于筋疲力尽的状态了 然后就推上去之后 因为我吃了东西嘛 所以导致医生说 就是说可能害怕会有吐的情况 因为泼妇产本身它是要进食的 它应该是要进食几个小时之后才做手术的 而我是顺转泼嘛 紧急转泼的 顺产的时候吃了一些像红牛呀牛奶呀什么的 补充能量的东西 然后但是上去的时候 那个麻醉师也就说要不插胃管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说来不及了 然后就没插 没插胃管 然后就直接上麻药了 但是上那个上麻药之后 因为考虑到我的那个情况 它的麻药没有给足 我记得就是说从那个开始缝针 反正开始按肚子我都有点就是按肚子是那个时候是宝宝出来嘛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有感觉的 然后缝针的时候是我是有痛感的 就缝针的时候我是有痛感的 然后那个医生说他跟我说了他那个麻药没有给的特别足 因为担心我会吐嘛 就担心我会有有那个反应 所以说他说那个你应该有有感觉到会会感觉到后期会感觉到有点痛 我说没关系 这个缝针的痛 我那时候感觉那个痛比公缩痛好受多了 因为打了麻药之后我就觉得上了天堂 然后他那个公缩痛突然之间消失了 我觉得我人生又充满了希望 其实挺快的 就是我记得是5点50多开始动手术的 可能十多分钟宝宝就出来了 特别快速 然后我记得缝针的时候 我的痛感是特别明显的 但是那个时候医生说 是因为我吃了东西 所以说他的麻药减少了一些 他不敢给那么足 怕我反应太大 就是说吐啊或者是什么反应嘛 然后我说没关系 我这个我明显的感觉 这个痛 我说缝针的痛比那个公缩痛强多了 我能忍受 我直接跟医生这么说 宝宝生下来之后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就是那个时候还在缝针 然后他们可能已经清理干净了 然后就跟我说 男孩 然后我其实我根本不管这些东西 我第一句话问的是那个护士 我说我说宝宝是黑还是白 然后那个护士就很好奇 为什么我会这么问 我说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黑的老公 就是那种洗都洗不干净的黑 就把他们都笑了 那个时候我整个就是说 整个手术 我是人是特别特别清醒的 然后他们就在笑 然后就抱后面 就过了一会儿就抱过来给我看一下 抱过来给我看 然后我看到确实是挺白的 确实挺白的 然后我就整个心就放下来 那个时候还没有撑重 我问医生 我问那个护士多重 他说我还没撑的 但是真的很干净 宝宝生下来就特别感觉 就比同龄的 不是刚生下来的小孩那种 好像很大了 因为他生下来 他就在那里 自己在那里玩手指 但是他也不哭 就是生的时候就是哭 然后就把他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车 婴儿车里面 就是医院的那个车里面 然后他不哭 不闹他自己在那里玩手指 自己玩他也不哭 而且眼睛瞪得像童 你眼睛特别大 我说这完全我把控了 很好的基因啊是吧 然后推出去 就宝宝就直接就推出去了 因为宝宝很健康嘛 直接就推出去了 然后我的话还手术还没有结束 还在缝针 缝完针过了一会儿 然后也就推出去了 直接就去了病房 这就我的整个剖腹产的产程 就结束了 我就 我做手术之后 我就觉得 哎 我说这个 我内心的想法是 我说 这剖腹产比顺产好受多了 要是我一开始就知道 我顺不下来的话 我肯定一开始就选择剖腹产 早就选个日子 直接去 直接去剖了就好了 蓝儿 然后到了病房 然后那个护士就提醒我 进食六个小时 是六个小时不能喝水 不能吃东西 然后他说下午的话 因为我是早上嘛 早上六七点钟 七点多出的那个手术室吧 七点多出的手术室 然后就说 他说你下午才能 下午一点多才能吃东西嘛 然后他说下午会拔尿管 把尿管拔掉之后 你就要下床走的 就是说 你要尽快下床走 就是早上做的手术 下午就必须下床走 当时还没有想过 这就觉得爱破产产挺好的 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而且我当时特别渴 你知道吗 就不能喝水 不能吃东西 挨了六个小时 简直也是太痛苦了 然后到了下午 就是说必须下床 就是护士会催你的 你不下床 护士会来催你 催你下床走 然后那个感觉 我感觉真的要了人命 可能本身我顺场的时间 也特别的长 本身我确实也 就是 就是身体也承受不了 那个疲惫了 然后再加上又经历了破产产 我感觉我站起来 就没命了那种感觉 真的 太难受了 还有破产产 还有一个 就是下床 是一个特别痛的 然后还有就是 时不时的进来一个护士 给你按一下肚子 时不时的进来一个护士 给你按一下肚子 就是说他给你按肚子 那个按肚子也是特别痛的 然后之后我记得还有就是打那个收缩子宫的那个点滴 那个也特别痛 刚开始那两天 就感觉收缩子宫的那打进去就觉得特别的痛 这是第三个痛点 然后就熬着 然后那时候是说 破产是说七天可以出院嘛 然后到了第七天的时候 第六天的时候 第六天的时候医生跟我说 他说你明天可以出院了 我就很开心啊 很开心 我那时候都已经就是感觉我自己剑步如飞了 就而且我期盼了出院 我已经感觉特别的那个 然后到了那天晚上 他就说 因为你明天要出院吧 我现在来给你检查一下伤口 好 这又出问题了 第六天的晚上检查伤口 发现就是尾部的一小部分出现了 就是有肾水 出现了脂肪液化 医生说 你这个不行 你这个明天出不了院了 我现在给你 现在给你处女 他把那个线头剪开了 剪开了之后 然后就在就用纱布棉签洗啊 洗啊 然后填纱布啊 就做一流嘛 哇 那个痛我真的是 我觉得这是我今天的第四 就是第二件痛苦的事情 脂肪液化 然后每天要换药 每天 每天我看到医生 就是那种感觉 看到他拿着 一把一把的棉签 沾了那个 不是双氧水 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要去那里 就是给你擦洗伤口 然后用纱布填充进去 清洗伤口 哦 那也是要了人命的 真的 我觉得 这是 我觉得我这一次生孩子 真的把所有的痛苦都经历了 真的 啊 这就是脂肪液化 以至于到后来 现在我的那个伤口 就上次去住院 又缝了针嘛 后来他就是一直 一直到我出院 他就说要灌糖嘛 然后灌糖之后 五天又去灌糖 然后灌第二次糖 第二次糖的那天 我又因为高烧住院了嘛 就是反复高烧住院 住院之后 然后那个医生看 不是我的伤口的问题 然后他觉得我的伤口长不好 就是表皮有一点 就是那个脂肪液化的 还是有一点表皮 是一直长不好的 因为他一直开着口 就长不好嘛 然后他又缝了 深深缝了三针 没有麻药 然后 为什么 那时候我又去拆线 就是因为那三针 是需要拆线的 啊 反正现在 差不多应该长好了 但这就是我痛苦的 泼腹产经历 还有就是 我又反复的高烧 你们想想 十几个小时顺产 顺不下来 然后又经历了泼腹产 泼腹产之后 然后又经历了脂肪液化 脂肪液化之后 又反复高烧 你看 我这一次生孩子 是经历了什么 我感觉我把别人 别人生了几个孩子的痛苦 都经历了一遍 真的 我觉得我生这个玩意 真的是不容易啊 还好我们家 我们家宝宝是 比较听话 也比较好戴 然后确实 然后 就是 奶奶也帮忙的很多 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会 废在这个孩子身上 我就废了 这就是我整个的 生产经历 终于把它说完了 我觉得这一期 应该也特别的长 你们看过我的生产经历 是不是 有些没生过孩子的朋友 都不敢生孩子了 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有些人 是会好一些的 反正我是属于 就是 特别不好的经历 应该说 特别痛苦的 一段经历 还有那时候 有朋友会说 没关系 你过不了几天 就是说 你就会好了 伤疤忘了疼 你就会想着 生二胎 再要生个女儿 我说你现在 不要跟我说这些 我完全没有任何 这种想法 现在谁跟我提 生孩子 我跟谁急 我跟谁